徐筆散文 冒雨灯 作者 声碎平野 八月八日 是台湾的父亲节 父亲节对情文来说 感受特别大 父亲节当日 这个大男人 一早从基隆 搭公车 去金山生命园区 探望他爸爸 2017年3月30日 他爸爸因为 膀胱癌离世 响龄83岁 在他走的时候 情文还在监狱里面 因为奔丧 都要戴上手扣 和脚链 他家人觉得不好看 所以没有让他回来 见他爸爸最后一面 情文心里非常遗憾 不过不意外 他爸爸在岩症末期的时候 完全是依赖他妈妈 大哥和大嫂照顾 他可以想象 这种心力 焦水的无力感 不过情文 没有资格参与 一直到2018年1月22日 获得假采 你开监狱 他才可以做些事 不过 做些什么呢 其实 只不过是 想想它 去金山 看看它 写到这里 写到这里 情文 想起他在监狱 曾经参与过 由张作季导演 执到的一部短片 这部短片 在2017年 台北电影节 获得最佳影片 片名叫做 《咸水鸡的滋味》 在片尾 情文 已沿着 改篇的身份 写了一些旁白 他是这样写 树肉静而 风不止 子欲养而 亲不待 人生海海 我们就像 在墓里漂流的船 灯 若没打开 就找不到方向 而那火灯 我想 就是我们内心 最深 最深的爱 那天的父亲节 情文 没有打算 讲什么大道理 只是 告诉自己 要学会 珍惜 就可以了 随不散文 暮雨灯 作者 声谁平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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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